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踏入了2020的最后一个月 而我们即将进入2021年了 在这个影片,我将向你介绍一家我认为在2021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家公司 并带你去看看这家公司的成长空间有多巨大 不想错过,就记得把影片看到最后哦 嗨,我是乐雪 欢迎来到我频道和我起快乐学习吧 这个频道主要分享一些金融数据与投资理财的资讯 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就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哦 当然,也不要忘了把那个小铃铛打开 今天,我将向你介绍Revenue Group Berhad 股票的代码为Revenue0200 Revenue其实是一家提供付费方案,payment solution的一家公司 而如果我们看它的收入构造图 它的收入主要可以被分为三个领域 分别是EDC Terminal,Electronic Transaction Processing和Solution and Services 当我们讲到EDC Terminal,其实就是这个 也就是这个读Credit Card,Debit Card的机器 而EDC Terminal的收入来源就是透过 售卖、出租和保养维修 Electronic Transaction Processing 也就是当你在网上购物 付费时所需使用的中介 而Revenue就是从每个Transaction,交易,抽取手续费用 也就是所谓的Merchant Discount Fee 而Revenue创建的平台就叫做RevPay 这个平台的优势就是它可以接受不同的付费方式 如Boost,WeChat Pay,BigPay,Alipay,UnionPay,JCB,Touch&Go等等 Solution and Services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领域 第一,提供客户一些客制化的付费程式 第二,透过AnyPay平台来提供手机充值和付费服务 第三,就是透过BuyMore这个平台提供代购的物流服务 当我们看这个2020几台年的收入构造图 我们可以看到EDC所贡献的收入是大约60% Electronic Transaction Processing占了大约21% 而剩余的18%就是来自于Solution and Services 而根据最新的季度报告 也就是截止2020年9月30号的数据 我们是可以看到收入与去年同期时间比较 是增长了大约17.43% 但是它的盈利却减少了大约20% 主要原因是因为Revenue增加了员工的数量 并且有更高的支出 而如果我们看个别领域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到EDC Terminal带来的收入 与去年同期时间比较是增长了大约69% Solution and Services也有效位的增长 但Electronic Transaction Processing 由于MCO、CMCO的原因减少了大约40%的收入 当然,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看EDC Terminal的收入构造 我们可以看到EDC Terminal的销量数量 EDC Terminal的用户在增长 代表他们提供Maintainance保养的服务需求 也在增长哦 当我们进一步看它的损益表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Profit Before Tax Margin 已经从3月的低点慢慢有了回调的现象 所以我们是可以推断Revenue这家公司 可以说是已经从疫情的影响慢慢回到正轨 而当我们看Revenue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表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财政健康上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非常健康 那么,废话不多说 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为什么 我觉得Revenue这家公司值得我们在2021年关注吧 既然Revenue旗下是有Electronic Transaction Processing的业务 就让我们去了解到底E-Payment Industry 到底有什么未来发展趋势吧 透过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从2007年起 马来西亚的Electronic Payment Transaction Value是有在逐年上涨 平均每年上涨的大约11% 当然,如果你问我这个趋势会否持续增长 随着网上购物和电子钱包的盛行 那答案就是肯定会上涨的 而如果Electronic Payment Transaction Value持续上涨 这也就代表Revenue在Electronic Transaction Processing 这一板块的收入也会上涨,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去探讨影响这个领域收入的另一个原因了 也就是Merchant Discount Rate Merchant Discount Rate,MDR 也就是商家需要给Revenue的手续费用 而其实这个MDR因为国行Bank Nagar的要求已经下降了 那么也间接说明了Electronic Transaction Processing的收入 会因为MDR变少 收到的手续费也会减少,对不对 确实没错,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想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全码Electronic Payment Transaction Value的上涨 代表交易价值上涨 虽然MDR确实是下降了 但是由于这个上涨的数额会间接抵消MDR下降带来的低收入 所以只要交易价值变大,收入还是会上涨的 而且MDR的下降其实也间接提高了EDC Terminator的采用哦 至于第二个为什么我觉得Revenue值得关注的原因是 因为他们即将从Ace Market转移到Main Market 那么这个转移到底对Revenue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对于该公司目前的结构是没有太大的影响 只是如果想要从Ace Market转移到Main Market 该公司是需要符合一些条件 比如财政健康和一些盈利需求 而Revenue已经满足了这些需求 并预计在2021的上半年完成这个转移 这个转移其实是可以让Revenue这家公司在市场上有更大的认知与认可 而这很大可能会提高机构型投资者对Revenue的兴趣 而如果有更多机构投资者交易Revenue的股票 代表它的流通性会有大大的提高哦 甚至让Revenue这家公司在未来可以更容易的筹资来成长 而在我还没有继续之前 接下来的广告是由KN Wealth Plan的Solutions所赞助 想问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在这期间有没有想过尝试一些不一样的工作机会呢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接下来我要讲的东西你就不要错过了 AIA目前是有一个AIA Elite Academy 培养你成为一个受险策划师 Life Planner 那么什么是受险策划师呢 其实也就是一个帮助别人去规划一些他们一定要面对的问题 也就是你们在未来如果有什么突如意外的事情发生 你是否有足够的保障和金钱支持呢 而这个AIA Elite Academy是有两个不同的计划 分别是FLP和Elite 而这两个计划都是为不同的人两身定做 只要你有兴趣一定有一个计划适合你哦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影片的描述栏获取更多的讯息哦 到我们看近期的新闻 我们可以看到Revenue Group是与Payment Network Malaysia PayNet 达成了一个协议合约 那么PayNet到底是谁呢 其实PayNet的大股东就是国航Bank的Gara 和其他11家银行所拥有 这个合约就是让Revenue为PayNet开发一个让Debit Card Tokenization的生态圈 简单来说就是开发一个生态圈让用户在网上购物时 可以安全的使用Debit Card 这个举动主要是要鼓励民众使用Debit Card和ATM Card来购物 而管理层也透露 这个合约其实是一个One Time Payment 所以应该是会贡献于Solution and Services的板块 虽然这个是一个一次性的合约收入 但是公司每年还是会从保养Maintainance部分赚钱 这之外公司也将享有First Mover Advantage 也就是说由于他们会是马来西亚第一家开发这个Debit Card Tokenization的公司 这代表如果其他平台或银行想要采用这个系统 就一定会要跟Revenue订阅这个服务 当然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去想 在Electronic Payment当中 Debit Card到底贡献了多大的市场战额呢? 或者我们应该这样问 在信用卡、Debit Card和Ewallet当中 Debit Card的使用率到底有多高呢? 这个项目是否能为公司创建一个新的Recurring Income呢? 根据这个图我们是可以看到在主要的三个支付方法当中 分别是信用卡、Debit Card和Ewallet 我们是可以看到Ewallet的Transaction Volume是最高的 也就是说它的交易数量是最多的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看 我们是可以看到它的Transaction Value 交易价值也是相对的小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目前来说 当我们在使用Ewallet的时候 通常都是用在一些比较小的费用 如停车费、餐饮等等 但是当我们购买一些大型物件 或比较贵重的物品时 我们是更趋向于使用信用卡和Debit Card 而这个图也说明了 Debit Card的Transaction Volume 其实是跟Credit Card非常相似 虽然Transaction Value比Credit Card小了一倍 但是却比Ewallet多了一倍 所以简单来说 这个Debit Card的使用市场 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小 而且很大可能会为Revenue带来一个 新的可持续性收入来源 而接下来我就带你去了解 Revenue近期的一些收购 并让你看看到底这些被收购的公司 可以怎样帮助Revenue成长吧 我要说到这些被收购的公司就是 Wanatalk和ScanPay Wanatalk其实是一家拥有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业务的公司 而它主要是提供ChatBots 交谈机器人的服务 让商家可以全天后为客户提供线上客户服务 ScanPay则是一家Ewallet的公司 如果你有看我CIMB的影片 你就应该记得目前Ewallet的公司 都是在尝试打造一个生态圈 现阶段市场也有各式各样的Ewallet 那么ScanPay要怎样脱颖而出呢? Revenue其实打算把Wanatalk和ScanPay打造成一个 Peer-to-Peer Platform P2P 也就是利用Wanatalk谈话机器人的技术 让卖家可以同时在该平台进行买卖 当需要进行金钱上的交易时 就可以使用ScanPay Ewallet的服务了 那么为什么Revenue会想要打造一个 Peer-to-Peer Platform呢? 其实就是因为近期在线上直播进行买卖 已经非常的流行 而这个趋势很大可能会持续下去 所以Revenue的布局就是想要打进这个 Peer-to-Peer的平台哦 当然我也去指出 目前马来西亚的Ewallet市场竞争非常的激烈 至于这个Revenue想打造的平台是否可以成功 成绩肯定是不会短时间能看到的 而随着新冠疫苗的推出 我们可以预计消费在未来会慢慢提高 而且随着边境开放 游客可以来马来西亚消费 那么也会慢慢提高Electronic Transaction的收入哦 讲了这么多 Revenue的户层合可以说是非常的深 他们旗下拥有的RevPay 可以为他们带来可持续性的收入 而同时间 他们也有积极的去发展不同的业务 为他们增长收入来源 所以他们的未来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 当然有比较才有伤害 在马来西亚市场 Revenue的主要竞争对手是GHL System 如果你想看我比较GHL System与Revenue的影片 要是这个影片有2500个赞 我就会推出一期视频来讲解哦 这期视频主要分享Revenue这家公司 和它未来成长的推动因素 并不包含买卖建议 投资需谨慎 独立思考很重要 当然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分享 为什么你会 或者不会 投资Revenue这家公司哦 还有 如果你对AIA的Elite Academy有兴趣 可以查看下面的链接哦 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 记得帮我分享出去 也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不想说过我下期视频的朋友 就记得把那个小铃铛打开 我们2021再见 Bye Bye Bye